射手座的朋友好 那在这一个双鱼座信约的影响之下 你们的我们的农历二月会怎么样呢 我们我说我们因为我我自己也是一个太阳的射手座 呃有两个东西要注意的 第一个呢就是说 呃我们的我们在生活里面的资源开始有一些匮乏了 嗯 OK就是比如说呃呃我们在工作的时候 我们最近的工作量有减小的迹象 OK或者说就是我们的那个呃工资有一些减少 OK或者就是我们我们的那个钱不够用了 OK还有就是说呢 嗯因为我们通常呃通常我们说资源的时候 我们也是说我们的钱 OK那但是其实也可以讲我们身体的那个健康 我们的精力 OK还有我们的时间 OK那总之在我们生活里面的资源 我们开始有一些匮乏 呃觉得不呃不足够 OK所以我们呃会去考呃去考虑 啊那怎么办呢 那我们其实也不是什么也没有 但是开始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考虑 那我们要做一些呃呃很重要的一些 planning OK那但是在我们做这个呃呃决定的时候 我们会有一些担心 那会怎么办呢 那这个我想也是比较正常的 那尤其是 在香港以外的朋友 可能那个担心不会那么多 那么大 但是因为我是香港人嘛 那我现在是从 我现在是在香港去拍这段片 那我们香港现在的情况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糟糕 所以我想对于 对于就是香港以外的朋友来讲 其实不是那么大的问题 但是对我们香港人来说 这是一个比较艰难的一个决定 OK比较恐怖 我们先我们深处的这个处境 这个时代是很恐怖的 但是无论如何呢 那这个就是第一个message 我可以从那个镜像 还有我的塔罗是可以看到的 那第二个呢 就是说 在我们的家庭里面 会有一些酒分 有一些纷争 大家有一些不开心的事情 但是呢 我们摄手座 竟然是可以 就是我们有那个话语权的那个人 那比如说如果你是爸爸妈妈 那当然在家里面 你的地位是最高的 那你们会有一个话语权 那即使说你们不是最有权力的那个分子 但是这是somehow 就是for whatever reason 我们是有一个 我们可能有 我们就 就是在英语说 we have to say 我们有那个say 我们有那个说话的权力 为什么呢 可能因为我们有的是资源 OK 比如说呢 即使我们是那个儿子或者女儿 那家人我们正在讨论要不要搬家 那那当然父母的那个决定是 那个权力是非常大的 但是呢 其实 要搬家要拿出来那个钱 那其实是我们去拿出来的 那所以我们会有那个影响力 OK 又或者说呢 我们可能有知识 OK 我们在我们家里面 我们是最有知识的那一个 所以在做某一些 关于我们家庭一些 比较重大的决定的话 我们会有那个很大的power 很大的权力 OK 那这些东西就是 最后又是要我们去决定 所以我们就是 有 有比较多的东西要去担心 OK 所以这一个 农历的二约 对我们射手座来讲 是比较多麻烦 比较多决定要做的 一个月份